本座游历期间 偶遇极北之地灵泉喷发 要不是它消失得太快 本座还能更强 灵泉 传闻 帝极深处蕴藏着无比精纯的元气 能大幅增进修为 帝极元气虽然数量多 但只会主动喷发 又被称为帝灵泉眼 帝灵泉眼极为罕见 这思当真走了大运 走大运的可不止我一个 拒尺沙王取离妖神 也尽半步之遥 你就是杀了黑教王的孽缝 没错 没错 这笔账 我过会好好跟你算算 乐意奉陪 第一场 你们谁出战 本王先来吧 他就是玄蛇王 蓝兄有何收获 托真阳剑主的福 获得了帝结武学 大日银帝绝 可喜可贺 蓝兄将来定能成为天秘无地 借你基颜 咱们共同努力 来 师弟 你没事吧 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天色已晚 大家暂歇一夜 明早再出发吧 来 蓝月岛是海外第一大道 有不少人族居住 武王数量也很多 其中 最强大的 莫够于巅峰武王 蓝月岛主 和千姬岛主 听说千姬岛主 擅长机关术 却因个性孤僻 嫌少于人来往 不错 蓝月岛主就不同了 他热情好客 为了对抗妖族 建立了蓝月联盟 此外 蓝月岛主 和我紫阳宗蓝家 都是祖师蓝道贞的后人 算是亲戚 王月丽不错 但他护得了你 护不了整个紫阳宗 到了 休想伤紫阳宗一人 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停住 停住 天元宗被灭门 看来是浩天宗覆灭 引起的连锁反应 海域妖王 事成天元宗元气大伤 才会突然来袭 之前浩天宗和天元宗墙上 有祖有所忌惮 四灵宗有危险 你师尊已经赶过去了 仅师尊以为新晋武王 恐怕难以应付 若兵在闭关 你立刻开启九阳大阵 我去四灵宗 如有情况随时通知我 好 是海域妖王 大陆向来禁止海域妖族踏入 他怎会置身来此 难道天元宗不认作为吗 看来天元宗凶多吉少了 海外圣道开启在即 人妖二族的征道自然激烈 先前因为浩天令 各宗武王被紧急召回 估计海外防线出了漏洞 竟然是海域妖王 将来本座定会把你培养成天命境五帝 你现在什么境界 圣太境九重圆满 离五帝锦一步之遥 原来还在圣太境 那好办多了 是我后事先对不起你 叛宗之事本座可以既往不咎 但是黄景川不行 皇家始祖答应本座 他的后人将世代守护妖王封 可惜黄景川没做到 只要你将他的人头奉上 你笑什么 我笑你离开大陆这么久 居然连五帝都没修成 还敢大言不惭 收我为徒 你 在真武大陆 成为五帝才能雄霸一方 你那个小小浩天公 我可没兴趣 放肆 你杀我大师兄 注定我们毫无和解可能 现在 你这道意志 该消失了 你这道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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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嗯 总之戀成以来 我还从未与人吹奏过 眼下解决浩天宗 是第一要务 相信若便能理解 请开始吧 嗯 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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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嘛 啊 五王的神念因子极限是一千年 你就有一千八百年 神魂越强 月寒的神念因子也越多 等你修炼这真灵境巅峰 也会有一千八百年 可我现在只有一百八十年 要与你这么多神念因子结合 估计得费一番功夫 世纪从全 接下来辛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